今天特別要來和大家談漢西整個大康橋計畫 那漢西我很熟悉 因為上次我當行政現場時就來到現場 那時候就是要不要整治漢西 那因為我當台北縣長的時候 基隆河的淹水非常痛苦 細止那十天淹三次 所以我知道淹水的痛苦 並且因為我整治大漢西新電溪淡水河後 變成那麼漂亮的水環境 所以我特別對於台中市人口這麼繪綴 漢西如果能夠整治淹水後變成清水 這個不只是從災難變成福利 而且會增加很多漂亮的新生地 對市區非常重要 我非常肯定水利署長他非常積極 所以我每一個縣市對於治水 因為過去的經驗 所以我特別重視 因此我特別要求 這個漢西整治應該不但要盡速 而且做好 不但做好 而且一次要讓地方上 整治後多出來的新生地 多出來的休憩用地 需要建得互相連通 讓兩邊成為一體 都大大的給地方 照地方的期待變成最好 而且一次完成 並且由中央全額支持 全力支持 那我就一次就同意 20億以上 中央就已經先答應下來 那整個你就照工程需要一直整治 但我也要特別要求台中市政府 相關的需要幫忙的配套措施 那希望也能夠做出來 這樣才會快 所以這一方面 我希望能夠儘快做起來 讓地方上從原來的淹水 變成後來的清水 這一定是市民的福利 那今天我特別到地方來 也是表示這個成譽 那有需要的地方大家多多溝通 那有些事情 因為各地方都要 那我們一步一步來 那絕對不會分藍綠 那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讓台灣更美麗 謝謝大家